金融市政府112年总预算案出炉 税出及税入同额编列196亿3520万元 由于筹编作业提早一个半月完成 造成部分中央补助计划来不及纳入 总预算金额比111年度减少15亿1000多万元 税出部分还是以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编列54亿余元最高 主要税出项目包括有西岸三层缆车规划设计 金融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置可行性评估 国门广场二期工程 大基隆历史场景在线整合计划2.0 及宠物公园等 西岸太平三层的缆车规划设计的经费 在今年可行性评估做完之后 我们在明年要执行的是细部的规划跟设计 这部分编列的1255万元 另外是金融市公共自行车注定系统的建置可行性的评估 这编列了400万元 也就是未来我们希望进一步在金融市能够来架构公共自行车的注定系统 此外是我们的百米翁炮台的步道二期工程 也就是从我们百米翁炮台要衔接到九十三灯塔 这部分工程的一个步道经费和工程是1200万元 还有一个是重点地区公办都更的推动计划 这部分是编列800万 那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的金融港的国门广场的二期的一个计划 这个编列2亿868万余元 还有过港路等多条道路改善工程及重要路口监视系统效能提升计划 与壮观里民活动中心用地取得等基层建设 其中林涨为民服务费更从每月500元调升到每月1000元 就是有关于我们金融市林涨的为民服务费 我们将从每月的500元提升为1000元 这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调整 这一部分的经费是3998万元 至于债务部分 不但连续8年维持债务龄成长 债务余额更从103年底的124.29亿元 逐年下降到110年底的76亿元 让金融市政府推动市政更有余裕 上任的第一年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不新增举债 也就是我们不增加负债 所以因为这样子 包括我们采取许多积极性的一个措施 我们推动组织的改造 我们积极的争取中央的一个经费 我们这个在整个利息的一个支出上面 也大幅的一个减省 所以我们从103年底的债务余额是 124亿余元 那降到去年底的时候 只剩下76亿元 据了解金融市议会定期会计划在9月14号召开 金融市政府也会将总预算案送交市议会进行审议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